中国高铁的国产化率竟然还有3%没有完成 那这3%到底是什么部件 还需要依赖进口 我国何时才能成功突破呢 截止到2023年底 我国的高铁总里程达到了4.5万公里 稳居世界第一 不仅如此 中国高铁更是走出国门 在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等地均有建造 不断地建造学习 让我国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 复兴号 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我国的高铁并非是百分百国产 截止到目前 高铁国产化率仅有97% 还有3%的关键技术未被攻克 要知道 对外依赖性越高 风险也就越大 所以我国一直坚持 在走高铁关键部件的国产化之路 从高铁车轮到永不松动的罗姆 再到高铁轴承 都已经逐步实现了国产化 那这最后3%的零部件 又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零部件还是轴承 不过此轴承非比轴承 我们要知道 高速动车组轴承 包括了轴箱轴承 变速箱轴承和牵引电机轴承 而我们要说的则是 其中价值最高 可靠性和安全性 也要求最高的轴箱轴承 是承载着车轮载荷并转动的重要部件 目前仍然全部依赖进口 要知道 一节高铁车厢的重量 相当于20多辆小轿车的总重 另外 在列车运行时还会产生强大的离心力 这些都需要轴箱轴承来承担 如果质量不过关 很容易出现磨损和断裂 从而严重影响动车组的运行安全 可以说 它是列车正常运行 以及保护乘客安全的重要保障 所以 自2007年时 我国就已经开始了 轴箱轴承的研发和创新 那16年过去了 我国还没有研发出来吗 虽说我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但要想实际应用 还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就是使用寿命要求 目前和谐号和复兴号要求的 轴箱轴承使用寿命 需要达到240万公里 免维护周期里程为120万公里 但由于我国高铁的不断扩张 以及频繁的车子运行 让铁路部门对高铁轴承的品种 水平和质量提出 其中复兴号要求使用寿命延长至330万公里 和谐号则为290万公里 免维护周期则是分别不低于165万公里和145万公里 其次就是故障率问题 截止到2019年 我国进口了轴箱轴承22万套 发生故障的轴承有550套 故障率为0.25% 但为了保障乘客的生命安全 我国还要求对他们的故障类型 制音等进行研究 要求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并改进 以确保故障风险可防可控 要求都达到后 还要面临两项程序 即科研程序和认证程序 在高速动车组综合检测车上 进行运行试用考核 并进行技术评审 再对生产企业以及产品进行检查试验 之后才能获得认证证书 目前我国自主化生产的轴箱轴承 在2018年时 已经顺利通过了 80万公里耐久性试验考核 并开始对时速250公里 350公里的列车轴箱轴承 进行研发 可能在不久之后 我国就能实现轴箱轴承的 自主化生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